农家和王黎之间的战斗已经达到了高潮部分,王黎自以为占据优势,但是还是中了韩信的技。 虽然现在的王黎已经开始认真起来,并且步步为营,小心谨慎,可是在行军打仗的计谋方面,他还是比不过韩信。 韩信的计谋了得,而且他知晓王黎的性格特点,并且依靠地形地势以及假掰诱敌等方式,成功把握了局势。 不仅如此,韩信可以调遣的四名楚国猛将,也是不容小觑的存在。 和韩信比起来,现在的刘继完全就是一个傻小子,刘继根本就不懂打仗,他完全没有概念。 看到局势不利,刘继就背,误督形势逆转,他就洗。 一背一洗,全部都在刘继的脸上,写得清清楚楚。 而且,刘继是一个马达哈,他也特别怕死。 在上一集中,刘继还以为韩信要打败仗,自己的脑袋也跟着不保,可是这一次韩信却自信,满满地表示,自己的布局差不多了。 这也让刘继心中的大石头落下来了。 虽然农家这一次也损失了不少兄弟,可是和最终的胜利比起来,农家这点付出。 这点牺牲都是值得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农家的侠口甜言,也对韩信的态度有所转变。 他在看到韩信对局势的总体把控之后,也对韩信心生佩服。 甜言号称农家的女管仲,但是他在行军打仗方面的优势,肯定是比不上韩信的。 然而,他的智慧摆在那里,他很快就能意识到,韩信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。 韩信是一名优秀的魔力家,虽然这一场农家,与王力的战斗是他的首秀,但是这也是玩命的战斗,韩信肯定不会掉以轻心。 韩信会努力看准每一个局势的变动,他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 显然,韩信是不会和王力一样犯低级错误的。 要知道,韩信也是当着农家侠奎甜言立下军令状的,他若是失败,自己的命和刘继的命都将会不保。 然而,韩信是拥有历史光环的人,刘继也是如此,甚至比韩信的光环更大,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他们两个。 农家的故事也已经发展到高潮部分,这一部分的剧情也变得精彩起来。 相信这一部分的剧情完结之后,应该就能回归到圣楼来了吧。 天明、刚月、少羽和石兰,他们已经下线太久了,也是时候出来冒个泡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